我有一台8K相机 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冰箱里吃灰 在这样一个4K都甚至算不上普及的时代 8K就是这样的渴望而不可击 可拍而不可减 像个传说 它存在于相机里 存在于CFE卡里 却卡在了我手头 任何一台电脑的剪辑软件里 而现在我要告诉你 有这么一台电脑 一台笔记本 一台轻薄笔记本 如你所见 轻松流畅就剪辑了8K视频 这一天来了 从搭载了M1芯片的三台Mac发布以来 大家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发育博锤 做视频锤 整个科技区都在吹这个事 说这可是苹果下的一盘大棋 库克和柯杰深圳续一道 成了常驻热搜的三大棋手 不了解数码的同学们就看得一脸懵逼 都在吹什么 下的什么棋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姑姑 不好意思各位 我这个有一点点激动 因为我现在已经体验过了 这台全新的MacBook Air 它的表现不单单只是优秀 简直是出乎我的意料 太夸张了 真的是太夸张了 不夸张的说 上一次一件数码产品让我这么激动 应该是iPhone4发布的时候 OK 平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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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从一些大家都了解的故事讲起 关注数码科技的朋友们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词被很多人都挂在嘴边 苹果生态 那么什么是苹果生态呢 iCloud可以无缝同步你的照片 文件 应用数据 AirDrop可以让你在苹果设备间非常便捷地分享 Continuity可以让你一通电话 情无乱想 Continuity可以让你在MacOS和iOS之间 随行 接力 共享剪贴板 信息 电话 当然 AirDrop也是它的一部分 而这一切 从7年前就开始了 WWDC 2013 苹果打通了iOS和MacOS的AirDrop WWDC 2014 苹果发布了 打包了接力 电话和信息同步的Continuity特性 而在当时 人们是这样看它的 然而在之后的几年里 苹果每一年都在给这项特性 加入新的功能 并优化它的体验 直到今天 那个被问及有多大可能做到的接力 已经能恰到好处的无缝出现 你的苹果设备越多 粘性也就越强 这样的例子呢 还有很多 WWDC上的一项特性 一个接口 到最后都会发展成庞大的生态 九端棋手库克 一次又一次地展现着它的天才布局 说了不少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角 MacBook Air on Apple M1 Hey Hi Oh hey There you ar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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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开外观呢 好像处处相同 但是实际上 它的内心已经大不同了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的处理器 这次呢 MacBook Air将处理器 从英特尔换成了自研的8核M1 SoC 仅凭这一点不同 就为这台新Mac 在保持上一代无风扇设计的同时 带来了续航 性能的双重提升 而跟M1无关的 还有这台MacBook Air 首次升级成了P3色域的屏幕 这是一台极具竞争力的电脑 猫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会打下这个问号 这就很有趣了 不懂的人呢 不会觉得它都没有竞争力 懂的人呢 会担心它的兼容性怎么样 性能究竟如何 有一点可以先跟大家说 就是它的性能 真的真的很强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太夸张了 真的太强了 而兼容性呢 也不会是一个问题 当然大家的担心呢 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次的改变呢 实在是太大了 它换了架构 进而换了指令级 我们把CPU挡走包工头 不同的工头手下的小工就不太一样 同样的工作 英特尔工头分了8道工序 ARM工头分了5道 自然的 两家工头手下的各个小工 所划分的工作职责就不同 小工之间用来沟通的行业黑化 也因此不同 因为多年以来 英特尔工头统治了桌面电脑行业 所以几乎所有的桌面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 都只听得懂英特尔版黑化 活也干得非常不错 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低功耗的ARM工头一鸣惊人 商业上的成功 又不断推进ARM工头的干活能力 导致现在 除了桌面软件听不懂ARM版黑化外 用ARM工头干活 好像显得优势很大 势在必行 所以现在 ARM版黑化的小众就成了大问题 也是大家都在担心的 兼容性问题 关于兼容性的担心 主要有三种问题 1.我就日常清办工 用用文档浏览器行不行 2.我是影视后期从业者 Final Cut C4D Adobe等行业软件行不行 3.各种开发需求和工业软件 能不能用 我们先说说苹果给的三种方案 1.Universal Apps 这个方案就相当于开发者 把两个平台的版本 打包到一起分发 无论你是X86还是M1芯片 运行的都是原生程序 这一类方案 目前包括Final Cut Logic Pro在内的苹果应用 都已经支持 Adobe会在今年的12月份 更新Lightroom 明年的早些时候 更新Photoshop等其他应用 C4D 达芬奇等应用 也都已经开始陆续更新 2. Rosetta 2 Rosetta是一块石碑 它上面刻有古埃基法老 托勒密武士的诏书 令它意义重大的是 它上面明刻着同一段内容 三种不同语言的版本 让考古学家们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 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 埃及详细文字 所以 后视大量和翻译有关的公司应用都叫Rosetta 那为什么是2呢 因为同样的事情 苹果已经在迁移到英特尔的时候做过一次了 那一代的表现并不算太好 这一次的Rosetta 2是将X86 Apps 尽可能的转移成Arm的二定制版本 不能实现的部分 在实时翻译实现了效率最大化 三 iOS Apps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换成相同架构的处理器不说 我甚至觉得系统底层可能都是同一套东西 那当然可以支持了 而且还是无需适配的原生支持 那这三种方案将这三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体验测试下来 可以确认的是 日常应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微信 百度云盘 叮叮 网易云音乐 X86版本都可以经过Rosetta 2转移 无痛使用 而这个过程 你甚至都感觉不到 苹果最紧密的开发者伙伴微软 也即将上线Beta版本的Office WPS QQ都有原生版本即将上线 目前测试的软件 只有飞书暂时还不行 但是没关系 飞书的iOS版本就做得很好 如果开发者想支持 只需要确认在Mac App Store提供就好了 行业软件方面 前面也提到了 苹果第一方应用 全部支持 Adobe积极配合 C4D 达芬奇等都陆续更新 可以看到 行业软件方面 苹果有着很强的推动能力 相信后续的适配进度 也会比预期来得更快 软件开发和工业软件方面 因为需求实在是太繁杂 有些还需要复杂的配置 哎 苏哥实在是搞不定 但是呢 我相信主要从业者在Mac上的软件 都会有着不错的适配进度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群众呼声高的 苏哥搞得定安装的 我会在今后帮大家进行测试 总的来说 这次转换的兼容性呢 已经极大程度的超出了预期 甚至换个角度讲 这次转换 非但没有在Mac OS应用户里做减法 反而是把有着超多精品应用的iOS Apps 一股脑子加了进来 我甚至可以在Air上开一把QQ飞车 不过这个鼠标点来点去是跑不好的 但你也看出来了 iOS App变身到Mac App 只差一步 键数适配 是适配 不是移植 那我是不是可以QW1R打王者荣耀了 说到性能 我用到的最专业最吃性能的应用 就是Final Cut Pro X 视频博主嘛 两周以前 我给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 买了一台几乎顶配的iMac 2020 虽然说Tim已经说过 搭载iPhone Silicon的Mac 今年就会发布 话虽然这样说 但是想来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之内 苹果电脑用来剪辑视频 这台iMac还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我把我之前的工程文件 分别放到两台电脑上 导出4K视频 MacBook Air的导出时间 比iMac还快了将近30秒 今天这条片子也是用这台Air剪的 然后这台Air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工作10多个小时了 机身的温度有一点点温感 反正完全摊不上烫手 太夸张了 可怕的是这还不算完 这个时间线中含有 A7S3 4K 100fps的素材 并且加上了密密麻麻的字幕条 不挂带里 交好质量预览 一点都不卡 反复横跳完全不卡 加速看完全不卡 哈? Can you edit? 8K? 于是我掏出了我暖宝宝R5拍摄的 18G的8K素材 哥 你是认真的吗? 这就完全不卡吗? 8K 较好质量 直接放完全不卡 同样的素材 在我的MacBook 16寸上就是卡死 在那个可怜的刚买的顶配iMac上 也是直接卡成了PPT 就对于这样子的剪辑性能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说 太夸张了吧 就录这个视频的此时此刻 我都觉得 我是不是只是做了一个梦 就感觉就这样子的性能 不应该存在在轻薄本身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个不合理 我今天体验了一下拿它剪视频之后 然后望着办公室的几台Mac们 不管你是15寸新款 15寸老款 还是16寸 还是iMac 全部都黯然失色 重要的是每一款都还比它贵 甚至是两倍的价格 就是炸了 就是太夸张 太夸张 真的实在是太夸张了 好了 说完了大家最关心的兼容和性能 我在最后补充几个小点 M1处理器让现在的MacBook Air 可以在开盖的一瞬间就亮起 这个根本就不再是笔记本的睡眠唤醒 简直就是手机的亮屏好吗 第二点 它的续航呢真的是非常持久 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测试它具体的使用时长 但是我断电使用了一段时间 它的掉电确实是非常的慢 三 这代Mac呢还优化了摄像头画质 因为它相当于A系处理器的桌面板嘛 所以它有着一颗苹果牌的超强ISP 第四点强悍的性能外是一个 只有两个雷电口的外表 你大概率需要一个拓展物 最好还是支持供电的那种 直到本期视频定稿 我还是有点激动 一方面是因为Final Cut的震撼效果 另一方面是因为一点幻想 这盘棋局 苹果又走出一级妙手 这当然不是开始 14年苹果就发布了自己的编程语言和图形API 并坚持迭代 18年苹果宣布了iOS开发框架UIKit 一直到MacOS 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一切有机可循 稳扎稳打 当时苹果负责软件的副总裁 Kraig曾说 iOS和MacOS不会融合 现在看 是不会 只是表面的UI和操作逻辑不会 那里的软件硬件 都有了更深度的融合 这当然也不是结束 统一了软硬件生态的 手机 平板 电脑 客厅终端 让我们用户更接近统一体验的同时 也大大提升了开发者的投入产出比 一份工作 数份产出 终将形成一种持续的正反馈 再回头看看Apple Arcade 一次开发就可以同时产出 手游 端游 客厅游戏 苹果的棋局 你现在误了吗 好了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